先前原民局办理考大猪认证 为了推广考大猪的特色 日前也在南开科技大学举办第二届原住民考猪王大赛的活动 邀请十组通过认证的业者现场考大猪来给民众以及评审评比 希望借此来推广考大猪的特色以及文化 因为我们是经过原民局认证的 也感谢原民局给我们机会 那这次有机会 因为上一次太忙 没有机会参加 所以这次我们一直要求说如果有再办的话 我们一定要争取这样的名额来参加 自在参加啦 提升自己的本质 又可以跟其他业者互相接触 今年是有十头猪来做竞赛 但是我一直认为这样的规模其实不够大 那我们期望说能够明年能够开放到四十个 四十头猪 新议员全文才肯定原民局的用心 也希望借了这项的方式来让更多人认识考大猪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疫情急于缓和 所以我们立即我们新军就立即又在办理一次第二届的考大猪认证 在做一个比赛让我们在我们全国的观众能够了解到我们原住民考大猪的这个活动 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活动让我们全国的观众能够知道在你们以后办一些活动 年终为遥还有一些庆典活动能够跟我们的原民局联络 跟这些有评显过的考大猪的这些人能够联系上 新议员时庆隆感谢原民局对于地方产业的重视 也期望借后认证与比赛能够维持品质 并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的考大猪 第二届的原住民考大赛我们主要是要能够让原民局在这个活动方面 能够特别对于我们都会区的原住民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活动 大家能够来做交流交易 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考株大会能够提供在这边 让我们都会区的原住民的乡亲也能够一起来共同分享 为了把关品质原民局除了办理认证以外 更希望加以推广也希望未来可以扩大举办 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的考大猪文化 接着邱品逸草屯采访报导